撒姆尔记下第十四章 席鲁亚的儿子约压直到王的心想念压沙龙 就派人到提戈亚去 从那里带了一位聪明的妇人来 对她说 你要假装沮丧的 穿上丧服 不要用油膏抹身体 要装成一个为死者沮丧很久的妇人 然后进去见王 对他这样这样说 于是约压把要说的话教了他 提戈亚夫人进去见王 俯伏在地叩拜他 说 王啊 求你帮助我 王问他 你有什么事呢 他回答 我实在是个寡妇 我的丈夫死了 卑女有两个儿子 有一天 他们两人在田里打架 当时没有人劝开他们 这个就击打那个 竟把他打死了 看呐 现在全家族的人都起来攻击卑女 说 你要把那击杀他兄弟的凶手交出来 好让我们把他处死 以偿他兄弟的命 也可以灭绝那继承产业的 这样 他们要使我所剩下的炭火 也都熄灭了 不让我丈夫 在这世上留下名字 或留下后代 王对那妇人说 你回家去吧 我必为你下令办这件事 提戈亚妇人又对王说 我主我王 愿这罪归于我和我父的家 愿王和王的王位 与这罪无关 王说 对你说这似的 你就把他带到我这里来 他必不会再打扰你了 妇人说 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不许抱血仇的人多行杀戮 免得他们灭绝我的儿子 王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 也不会落在地上 那妇人又说 请允许卑女 对我主我王再说一句话 王说 你说吧 妇人说 你为什么想出这样的事来 陷害神的子民呢 王说了这话 如果不让自己逃亡的人回来 就是个有罪的人了 我们都是必死的 像水泼在地上 不能收回来一样 但神并不取去人的命 反而设法使逃亡的人 不致永远离开他逃亡 现在我来对我主我王说这话 是因为众民使我害怕 所以 卑女想 卑女想 现在我要对王说 也许王会成全 卑女所求的 人 要把我和我的儿子 从神的产业上一同消灭 也许王会垂听 会把卑女 从那人的手下救出来 卑女又想 卑女又想 我主我王的话 必能使我得安慰 因为我主我王像神的使者一样 能分辨是非 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 王对那妇人说 我要问你一句话 请你不要瞒我 妇人回答 我主我王请说 王问 这一切都是约丫一手安排的吗 妇人回答 我指着我主我王启示 王所说的 丝毫不差 这正是王的仆人约丫吩咐我的 这一切话 也都是他教卑女说的 王的仆人约丫这样做 为要挽回这件事 我主有智慧 像神使者的智慧一样 能知道世上的一切事 王对约丫说 看哪 这事我已经同意了 你去把那年轻人压沙龙带回来吧 约丫就面福于地叩拜王 为王祝福 又说 今天你仆人知道 在我主我王眼前蒙了恩宠 因为王成全了你仆人所求的 于是约丫起来 往基数去 把压沙龙带回耶路撒冷 王说 让他回自己的家里去 不要见王的面 压沙龙就转回自己的家里去 没有见王的面 在全以色列中 没有一个人像压沙龙那样英俊 得人称赞 从脚底到头顶都没有一点缺陷 他每年年底剪发一次 因为他头上的头发太厚 所以把他剪下来 他把头发剪下来以后 总是把头发秤一秤 按照王的砝码 重约两公斤 压沙龙生了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女儿名叫他玛 是个容貌美丽的女子 压沙龙在耶路撒冷住了两年 都没有见王的面 压沙龙派人去叫约丫来 要托他去见王 约丫却不肯来见他 他第二次再派人去叫他 他还是不肯来 于是压沙龙对仆人说 你们看 约丫的一块田和我相邻 田里有大麦 你们去放火烧田 压沙龙的仆人就放火把那块田烧了 于是约丫起来 到了压沙龙的家 问他 你的仆人为什么放火烧了我那块田呢 压沙龙回答约丫 看啊 我派人去见你 说 请你到我这里来 我要托你去见王 替我说 我为什么从基数回来呢 我若是还留在那边 会觉得更好 现在我要见王的面 如果我有罪 任由他把我杀死好了 于是 约丫进去见王 把这事告诉了他 王就召见压沙龙 压沙龙进去见王 在王面前脸浮在地拜他 王就与压沙龙亲嘴 谢雅